在关心集中检疫所提供的餐点疑似臭酸 让民众健康吃出问题 这是一名妇人日前搭乘了印尼包机返台之后 住到了台电领口训练中心 集中检疫14天 入住后提供的餐点 频繁出现疑似变质臭酸的状况 而且水果也变色发黑了 甚至有人吃到带有血水的肌肉 反应之后 检疫所也不准他的家人外送餐点 是吃到了第十天出现了呕吐 甚至胃绞透的症状 最后两天才通融 愿意让他的家人帮忙送餐 痛批检疫所跟集中营没什么两样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餐点提供的状况如果不满意 都可以反应会尽快改善 水果那层变色发黑 让人看了食欲全无 便当里的配菜有微微的酸味 就连肉类摇起来都软软的 疑似变质的不新鲜餐点 是集中检疫所提供的指定便当 那个食物就是新鲜度非常差 那个水果可能那个在群组里面最多人 就是拿到的就是一个烂的 霍欣妇人8月8号搭乘印尼包机返台 公费入住台店领口训练中心 14天做好住满后 在脸书发文揭露检疫所餐点 除了有漂酸味的便当 以及烂掉的水果 疑问还发现游人吃到带有血水的鸡腿 入住期间他再三向检疫所反应得不到改善 还不准他的家人帮忙送餐 吃到第十天他出现呕吐和胃脚痛症状 同批集中检疫所形同集中营 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是 我那天胃痛得很严重 然后躺在床上一直冒冷汗 第十三天的时候 我姐有送一份稀饭给我 要不然我觉得也许我撑不到出来吧 隔离14天健康吃出问题 富人快要崩溃 台电训练中心回应 事后有请厂商改善 由于便当厂商都有签订合约 因此无法临时更换 有任何这样一个公餐 不管是说不新鲜 生活到就是说觉得公餐情况 菜色不满意 那都可以跟检疫所来防应 我们会尽量来做改善 检疫所公餐品质出包 民众回国还不能安心休息 让检疫时期的三餐成为他们的最大噩梦 记者综合报道